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是赵云铭 继续给大家播讲 黄埔军校历史人物列传 我们接着来讲李玉堂 李玉堂升任为徐衍隋靖区司令长官 兼第24军军长 但实际上 他手中的兵力严重不足 徐衍隋靖区 名为负责徐州至衍州一县的治安 保障金埔铁路 纪宁徐州段 和南洋湖 昭阳湖 威山湖的水云县 但实际上李玉堂只对衍州地区负责 地区虽小 但他手头上仅有一个正规军 整编第二师却在这个时候 被国防部拨给了郑州 隋靖公署直接指挥了 而新归属指挥的散兵总队 也仅是名义上的历史关系 这些情况 使得只能指挥两个保安团的李玉堂 头疼不已 自从内战全面爆发以来 他手上的三个整编师 陆续的脱离了他的指挥 他变成了一个空头司令 虽然他数次请求原部归剑 或者令调部队由他指挥 但都没有引起国防部的重视 1947年12月 徐衍随警区司令部和整24军军部 正是河边委第十随警区 李玉堂改任第十随警区司令官 这个时候他所能指挥的 只有山东保安第三旅 和一些县区的保安部队 1948年4月 国军在交际路上的重要城镇 围县州村相继失守 济南青岛两个重点防御城市之间的联系 也被切断 随后解放军的注意力 又转移到击破金浦路 分割济南徐州两座城市上 李玉堂在掌握了相关情报之后 立即命令部队积极备战 挖掘战壕 修筑城防攻势 同时李玉堂也再次向国防部发电报求援 终于判来了整编第十二军 军长霍首义这支部队 李玉堂在有了正规军之后 似乎有了底气 企图依靠整十二军和地方保安团队 公约28000人来坚守衍州 那么想保住衍州必先守住 曲府 于是李玉堂就派遣了整十二军 所属的11旅的两个团前往街坊 但是当11旅旅长孙焕彩 率领部队抵达曲府的时候 发现迎接他们的是解放军的枪炮 原来曲府此时已经被解放军团团包围 孙焕彩只好带着部队退回衍州 在此之后李玉堂命令该旅再次出战 要解曲府之围 结果孙吕在遭到解放军打员部队的重创之后 再次退回衍州 6月11日 曲府被解放军攻陷 到了20日 衍州已经被解放军全面包围 李玉堂只能困手一带援军 那么衍州战局不力 这并不是李玉堂的责任 曾经和红军交过手 又在抗日战场上 屡经恶战的李玉堂 他在军事上的眼光还是非常敏锐 早在玉堂之战的时候 李玉堂就向霍首义指出 玉堂之战 素玉真正的目的是打开封 而国军部队被素玉调动的四处跑 所有部署全部被打乱 胡联的整编十一师 欧州年的第七兵团 还有黄伯涛所率领的新组建的兵团 都开去援救开封 但是真正被素玉率先吃掉的 一定是欧寿年的第七兵团 因为欧寿年狂自大 孤军深入 那么果不其然 素玉最先吃掉的 正是欧寿年的第七兵团 那么衍州之战 手中兵力单薄的李玉堂 他的对手是谁呢 是华东野战军 山东兵团 领军的正是许之友和谭振林 那么在素玉指挥的运动战役 还没有结束的时候 因为国军从山东战场 紧急调动了两个兵团 再加上三个师的兵力 向开封驰援 所以就造成山东各处 国军的兵力空虚 山东兵团抓住机会 许世友和谭振林 准备发起反攻 那么有两个目标 一个是太安 一个是衍州 到底选哪一个 他们两个人犹豫不决 所以就上报了党中央 毛泽东直接给他们发电报 认为先去衍州最为事宜 因为拿下衍州 就可以切断济南和徐州的联系 另外在攻取衍州之前 金浦铁路线的中段必须拿下 这样就可以将山东整个军区 连成一片 总而言之 拿下衍州之后 可以为后面攻打济南 创造有力的条件 那么这个时候 许世友谭振林 所率领的解放军山东兵团 兵力有三个宗队 七宗 九宗 十三宗 再加上渤海军区的部分部队 和鲁中军区的部分部队 在兵力上 远远由于李玉堂 他指挥的守衍州的国军部队 那么许世友和谭振林 他们制定的衍州战役的具体作战计划 一 首战目标以破袭金浦铁路线中段为目的 将目标瞄准泰安外围 让成军的七宗 进驻到泰安以南地区 让周之间的十三宗进驻到泰安以北地区 吸引国军徐州和济南的部队出来支援 这样可以缓解后期攻打衍州时 国军援军的压力 二 在完成了破袭金浦铁路线的任务之后 成军的七宗和鲁中军区的部队 立刻向衍州进发 迅速包围衍州 聂丰志的九宗部署于济南和衍州之间 准备打击国军从济南方向过来的援军 周之间的十三宗部署于徐州和衍州之间 相机打击国军从徐州方向过来的援军 周之间的十三宗现一部分兵力进逼济南 给国军造成解放军准备攻打济南的假象 从而掩护解放军攻打衍州的真实目的 四 以渤海纵队的部分兵力监视青岛的敌人 如果青岛的国军出兵支援衍州 立刻加以阻击 那么徐世友的这份作战计划 他用了两招来迷惑李玉堂 一个是在泰安南北率先作战 先将国军的援军调动到泰安附近 等到解放军进攻衍州的时候 国军援军已经在前往泰安的路上 第二个迷惑点是 解放军十三宗的部分兵力向济南进逼 摆出一副要攻打济南的假象 让李玉堂信以为真 这样可以松懈李玉堂的心理防线 延缓李玉堂的兵力部署 同时也让当时驻守济南的王耀武产生压力 1948年的五月下旬 徐世友一声令下 神通兵团的各个部队开始猛进 向金浦铁路线发起攻击 成军的七纵和周治坚的十三纵动得很快 以很快的速度就赶到了泰安的南北战场 那解放军破袭金浦县的目的被顾祝同察觉 他立刻提醒李玉堂和霍首义 注意解放军的动向 并且下令刘汝文的部队 加紧对金箱和何泽的守备 但是解放军在破袭金浦县的战道中 取得的进展顺利的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成军的七纵快速向泰安南部传插 周治坚的十三纵也向泰安的北部运动 驻守泰安的国军八十四十一一五旅 位战先退 解放军的几次试探性的进攻 就成功拿下了泰安 这样的情况出奇的顺利 成军后来说 我军轻而易举的拿下泰安 成为眼周战役的关键 因为后面破袭金浦县的战斗 其他据点的敌人纷纷仿效腰无理 那国军前往支援泰安的援军 还没走到半路 就听说泰安丢了 吕唐当时气得脸色发青 大声的训斥了霍首义 但霍首义也很无奈 他的兵力捉襟见肘 他也没有办法 随后山东兵团的两个纵队一路猛攻 在金浦铁路线上据点里的国军纷纷逃跑 短短时间内解放军就拿下了新炭 四水 肥城冷地 一路追着国军打 至此解放军破旗金浦县的作战取得了胜利 许时有的山东兵团 老老掌握了从济南到衍州 一百多公里的铁路线 接下来 州之间的十三纵队的部分兵力 开始向济南挺进 做出要向济南发起进攻的样子 那么吕唐当在知道这个情况之后 他对解放军的真实目的产生了怀疑 他和霍首义一直在商讨这个事情 最后李宇唐得出了一个结论 许时有确实有可能会直接攻打济南 那么得出这个结论 并不代表着李宇唐无能 而是因为山东地区 国军的军事力量的确被抽掉的太多 无论是李宇唐还是王耀武 他们都是巧妇 难为五米之吹 打仗就像高手过招一样 刚开始双方是进行不断的试探 在试探中去掌握敌方的真正目的 从而制定正确的对策 但是试探是以实力作为保障 既然是试探 自然有赢有输 如果输了的话 就会损失一部分力量 如果你实力不足 一次试探的失败 就会伤筋动骨 那么对于试探的运用就会变得着筋见肘 没有试探就没有情报收集 没有情报收集 你就很难对整个战场局势 有一个正确的估计和掌握 山东战场的李宇唐和王耀武就处于这种情况 当然李宇唐还特意给王耀武致电 提醒他注意 王耀武也发现了解放军一支部队正在向济南靠近 加上李宇唐的提醒 王耀武也认为解放军将会攻打济南 所以他立刻派出先头部队阻击解放军十三纵的某部 那么周之间早准备 一战之下就击退了国军 而这个时候 成军的七纵和鲁中军区的部队 已经很快的运动到了 沿州城下 因为一路上隐蔽行军 再加上李宇唐错误的估计了解放军主力向济南开去 所以李宇唐这边并没有设立太多的阻击阵地 一直到成军的七纵打响了对沿州外围的进攻的时候 李宇唐才醒悟了过来 但是这个时候 时间已经来不及了 成军只用了两天时间 就扫清了沿州外围的据点 顺利完成了对沿州的包围 蒋理师在得知沿州被包围之后 也是心急如焚 因为在蒋理师眼里 开封比沿州重要 但是时间到了6月22日的时候 苏宇已经成功地拿下了开封 那么将来时 赶忙派兵救援沿州 所在的兵力有三个师 八十九师 二十五师 和第三快速纵队 国军的援军前往沿州 选择绕道而行 这样一来 捏封制的九纵和周之间的十三纵 就没有办法在圆南的位置 阻击国军的援军 徐时有在得知这个情况之后 紧急从围困沿州的解放军部队中 抽出了部分兵力 阻击国军的这三个师 其中国军八十九师 和第三快速纵队的位置 还在解放军的掌控范围 但是黄伯涛的二十五师 推进速度很快 解放军很有可能拦不住 可就在这个时候 我们之前提到了 玉东战场 肃玉用优势兵力 将欧兽年兵团合围了 蒋连石不得已 让黄伯涛的二十五师 迅速赶往玉东 救援欧兽年兵团 这样黄伯涛的二十五师 就撤出了野兽战场 开始往玉东前进 那么二十五师这么一走 就解决了 许师有面临的难题 念峰之的九纵 和周日间的十三纵 很快就和八十九师 第三快速纵队遭遇 这样的话 李玉堂驻守的衍州 援军无望 1948年7月12日 下午17时 解放军发动了总攻 李玉堂在城内 指挥所属残部 拼死抵抗 三个小时之后 城防被突破 李玉堂指挥残部 进行巷战 坚持到了13日中午 退去城东 下午三十曲 整十二军军长霍首义 请求突围 李玉堂一看势不可为 就同意了霍首义的要求 下达了突围命令 他自己亲自率领 保安吕的残部 向徐州方向突围 霍首义 率领整十二军的残部 向济宁突围 两路突围部队 结果先后被击破 李玉堂和霍首义两个人 都成为了解放军的俘虏 那被俘之后 李玉堂因为冒充士兵 而没有被发现 之后在解放军 压解俘虏后遗的时候 趁机逃脱 沿途又化妆成农民 潜入到微山湖中的 一个村庄里躲藏 随后又在当地 一名渔夫的帮助下 到了临城 接着坐火车 抵达徐州 然而等待他的 却不是抚卫 而是国防部颁布的 永不去用的彻查令 这位戎马28年的 抗战名将遭此变故 只能无奈的 避居于上海 1949年2月 蒋介石宣布下野 李玉堂认为 付出的机会来了 他首先在 广东省政府主席 薛月的部下 充当高级参议 10月又被任命为 海南防卫总司令部 也就是薛月任 总司令的这个司令部里 任副总司令 担负起防卫海南的重任 那本来呢 李玉堂手里是没有军权的 但在1950年初的时候 李玉堂被任命为 东陆军总指挥 后来又兼任了 32军的军长 这就意味着 李玉堂成为国军 在海南防卫中 执掌军权的重要人物 但这也给李玉堂 带来了杀身之祸 我们先来看看 为什么李玉堂 会重掌军权呢 1949年9月到10月间 中国人民解放军 第二野战军和四野各一部 自江西南部进入广东 在10月初 解放了越北门户取江 继续向南进军 这个时候海南防卫司令部 总司令薛月 他指挥了三个军的兵力 负责防守海南岛 还有一些地方的杂派部队 和保安团队 那么当解放军 10月初 进军广东北部以后 薛月就命令 21兵团司令官刘安琪 派有力的部队 渡海增援广州 刘安琪 随即就命令 30军军长赵林 带领一个 10以上兵力 渡海增援 刘安琪本人 首先飞赴广州 与当地驻军 联系海南部队 在越登陆以后 如何配合作战的问题 但是赵林 对刘安琪的命令 杨凤寅为采取了 敷衍应付的态度 只派了一个团 渡海增援广州 而且行动缓慢 渡海后 还没来得及 全部登陆 广州就在10月14日 被解放了 该团的团长 吴仁国 在危机情况下 把前来指挥 登陆的刘安琪 落在舰上 并且乘着原来的舰艇 返回了海南 那么国军32军 向广州增援 被遂撤回海南之后 薛月就以 不服从调度 图谋不轨为由 向台湾统帅部 控告了赵林 后来因为图谋不轨 证据不足 对赵林 只给予了撤职处分 同时刘安琪 也已对广州 增援不力 而被调动工作 在这种情况下 国军统帅部 在1950年初 让李宇棠 到了海南岛 让他兼任 32军军长 而刘安琪呢 兼任21兵团 司令官 李宇棠到海南 他相当于一身兼任了三个重要军职 这对于即将解放海南的解放军来说 是值得策反的重要人物 所以呢 在地下党组织的安排下 李宇棠的夫人陈伯兰 和内兄陈时青 那么实际上 他这个内兄陈时青 是中共地下党员 他们两个人就从香港来到海南 陪同李宇棠 共同生活 实际上 他们两个人的任务 就是策动李宇棠 率领海南守卫部队起义 从而达到和平解放海南的目的 李宇棠本人呢 从衍州失败之后 他也亲眼看到 国军集团中判亲离 败于已定 所以他在态度上 一定是有一定的摇摆 但是李宇棠 到底知不知道 起义这个事情 直到今天 海峡两岸都是各自一词 有了两个不同的版本 那今天这里呢 我把两个版本都给大家说一下 那么大陆所说的版本是 李宇棠当时就接受了 率部起的意见 但是要求和共产党的高级负责人 协商起的条件 陈时清等根据李宇棠的要求 让李宇棠写了亲笔密信 派到夫人杜海 送交了广州人民解放军 最高司令部 150年三四月间 四野完成了对海南的进攻准备之后 东线登陆部队于四月上旬 首先从该岛东部海港塔市登陆 在占领了穷山县重镇大陵坡之后 直接向府地安定县挺进 以便切断国军守军的退路 再配合在岛西林高县登陆的西县登陆部队 为舰防守海南北部的国军守军主力 在解放军登陆后 在向南推进的过程中 除在安定县东北 与守军131旅 发生过局部战斗以外 都没有遭遇到有组织的抵抗 防守海南的国军三个主力军 在解放军东西两线登陆成功之后 因为军心涣散 事无斗志 没有与解放军接触 就先行逃跑 仓皇的向海南南部撤退 在这种情况下 本该是李玉堂动员部队起义 下达起义命令 率部起义的良好时机 但是因为当时战事紧急 交通受阻 解放军驻广州最高统帅叶炼英 亲笔批示李玉堂火速起义的秘闻 他没有接到 所以一直没有下决心发动部队起义 此外 李玉堂未能起义可能还在于 一方面 对共产党的宽大起义人员的政策 抱有怀疑心理 另外一方面 可能因为他到人不久 他所指挥的三个多军 都不是他组建培养的部队 各级指挥官都没有他亲信和可靠的人 他发动起义 怕遭到下级官兵的反对 所以失去了良机 国军三个多军的首导部队 在解放军追赶之下 于四月下旬 分别从万宁 塞亚两地 海港 登上军舰 仓皇地逃往台湾 李玉堂也不得不随部队回台 这样解放军在四月末 全部解放了海南岛 李玉堂的三十二军 分批乘舰返回台湾之后 集中在新竹 及其以东地区进行整编 那么由于李玉堂的中卫随从副官 李刚 被逮捕之后 经不起言行拷打 全部招任了李玉堂的夫人陈伯兰 以及内兄陈世青 从香港到海南岛来的任务 是策动李玉堂率不起 而他本人也参与了这项工作 李玉堂在得知李刚被抓的情况之后 立即秘密地给刚调到高雄要塞工作的内兄陈世青写信 让他赶快逃跑保命 当李玉堂派人向油桶投送此信的时候 被布置在李公管周围的便衣特务把信截获了 根据李刚的口供和李玉堂的信件 李玉堂的内兄陈世青和他的夫人陈伯兰同时被捕 蒋介石在获系这一重大案件的情况之后 不让大怒 对李玉堂以掩护匪谍罪予以逮捕 并交军阀审判 1951年2月5日 蒋介石下令把李玉堂 李刚 陈伯青 陈伯兰四人同时枪杀 那么这是大陆方面的版本 这里我们要注意到 大陆方面的版本 因为去联系李玉堂 策反他起义 是解放军这边的布置 所以呢 关于策反李玉堂的这些安排 大陆方面的史料描述是可靠的 那么台湾方面 关于李玉堂事件的描述 主要着重于在李玉堂去了台湾之后 所发生的事情 李玉堂从海南岛撤手台湾才两个月 就人间蒸发了 在军中 大家都知道 1951年1月26日 他与他的妻子被枪决了 但是官方却从来没有公布过 李玉堂夫妇被枪毙 连被捕的原因 以及击押单位都讳莫如深 50年来 外界所知道的一切 都是官方可以释放出来的 这样更能达到恐怖的效果 后来随着史料慢慢的解禁 我们才慢慢开始知道 到底当时在台湾发生了什么事情 李玉堂的内兄陈世青 代表解放军策反李玉堂 这应该是在海峡两岸达成的共识 那么在台湾情报机关 得知此事之后 就以总统召见为名 将李玉堂夫妇逮捕下狱 当时的军法审问 是由秦大军任军事法庭审判长 不过秦大军查明李玉堂并没有同谋 罪在之家不言而已 按照喀乱时期减速匪谍条例第九条 支匪不报的最高刑也只是七年徒刑 不过判李玉堂七年徒刑的判决书 成交给蒋介石的时候 蒋介石批了两个字 再判 那军事法庭就改判李玉堂十五年徒刑 乘上去 蒋介石亲笔又批了一个字 耻 耻辱的耻 因为这个时候 蒋介石刚刚丢掉了大路 痛心疾首 他的逻辑是 先生通匪 太太不一定知道 太太通匪 先生一定是通谋 那么李玉堂正好撞到了蒋介石的枪口上 所以他难逃一死 那么李玉堂的妻子陈伯兰 是江苏同山人 也曾经是徐州某一个女中的笑话 那么在李玉堂和他妻子 被枪决的那一天 正好赶上农历除夕 他让人看到宪兵到居州所提人 还以为是总统新年特赦 虽然两个人屋于换装 陈伯兰还略失了脂粉 一出门 看见河湘的士兵 把李玉堂双手反捆起来 押上军车 两人才知道 即将踏上黄泉之路 当时陈伯兰脚软的不能走路 大呼不止 而李玉堂不失军人气概 他对他太太说 这时还有什么哭的 快走 但是陈伯兰已经不能走了 宪兵是拖他上车的 在李氏夫妇被枪决之后 情报机关以为陈伯兰受到共产党的利用 家中必藏着巨额财宝 结果打开保险箱一看 除了一些平时穿戴的事物 什么都没有 让情报机关大感意外 李玉堂在狱中 曾经留有遗书 给他的女儿李国英和五弟李音堂 遗书中写道 我命已矣 但事与我无关 总统命令已无申诉余地 我死后万有公论 我无对不起国家之事 国家如此对我 与国家合一 实为共培所快 我不足惜 不过一生为国 如此下场 心有不甘耳 和平后 葬我于徐州云龙山 那么在李玉堂供电案之前 在谈案已经发生了 吴时供电案和陈怡供电案 吴时和陈怡那两个案子 都有公开的报道 但是李玉堂一案 从逮捕到枪决 蒋介石都不让相关的部门和媒体 有任何的公开报道 不过在台湾的民间 有一个传闻 说60年代 蒋介石有一次到金门巡视 又望远镜远眺大陆河山 突然发了风的大喊 反攻大陆 你们快反攻了 当时随行的高级将领 都不敢说话 李玉堂的山东同乡 黄虎学弟 前陆军总司令刘安琪 就坦然报告 说校长 我们还没有准备好 当时蒋介石气的 拿手杖 挥打着刘安琪 打了几下 又放声大哭 说玉堂啊 玉堂你在哪里 你在我就不用受 这些人欺负了 一时之间 仍安琪也落下了眼泪 但这只是坊间传闻 真实与否 还有待考证 那么正是由于 李玉堂被策反一事 大陆和台湾各有说法 所以呢 1983年7月20日 山东省人民政府 经过国务院批准 追认了李玉堂 为革命烈士 理由如下 1949年 李玉堂任海南 防卫副总司令期间 中共通过关系 策反李玉堂 李接受了中共的条件 举行起义 因交通中断 李玉堂为及时接到 中共关于起义的指示 继随国民党军队 撤往台湾 闭谈 山东省人民政府的 这一决定 使李玉堂成为了 革命烈士 但是在二十多年之后的 2004年春节过后不久 台湾政府又公开发表了一则 提名为 李玉堂将军及夫人陈柏兰 陈渊昭雪 并颁与恢复名誉证书的启示 所以李玉堂 到底有没有接受策反 这也许将会成为一个历史之谜 李玉堂